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科学回应录的环节 今次科学记录是想说一个主题叫通古斯加大爆炸 一说到这个题目,如果台长在这里就有很多东西 但我实在等不及台长回来才去说 唯有我现在在这里讲远一点,博他见到之后忍不住再说多些 为什么通古斯加大爆炸会这么有趣呢? 其实我会说这个事件在今时今日来说 都依然在地质、地理科学、甚至天体物理学 都仍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因为这件事件是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记载 而发生的时候也已经有了这个摄影机 甚至乎是有一些比较初步的录影技术 所以对于现场里面的场景是怎样呢? 可以是有静态、动态的记录我们也会有 但亦都外于当时,因为发生在二十世纪初 即是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对于科学的手段不是很多 到今时今日,根据这些记录记载找回遗迹 去问回那件事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是相对有方法去做的 而且通古斯加大爆炸的规模也是非常之厉害的 现在画面也看到的是800万棵树没有了 即是估计是800万棵树没有了 然后它覆盖的范围是830平方英里 不是公里 即是这个数字转换回来 就一定是大过香港的面积 香港也是1,000平方公里左右 这里830平方英里就一定比香港更大 是一个比香港更大的范围里的直辟 基本上是毁灭了 如果看回照片里的一个很有趣的 也挺恐怖的景象 就是那些树全是向一个方向倒下的 即是由一个很直观地看 它这个范围曾出现一个很强的 单方向去挖过的冲击波 很估计应该是有终身一个爆炸 然后向外的一个圆形的冲击波 向外的扩展 按照计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圆形的范围 就会直辟完全受到影响 就全部向外方向倒下了 而一些很神秘的色彩 就是这件事很神秘的色彩 就是什么呢? 现场有人说是天文事件 有银石撞下来 但现场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大型的撞击坑 和银石的碎片 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其他地方 有银石掉下来 我会找到一粒石 即是没有消耗台 它尽量一粒天铁 或者不是铁 而是其他的金属 有时我会看到 里面很高温溶 周围一个很大的坑 然后有很多由高温撞击 引发出来的副产品 比如我还记得 我其实也希望继续送出去的 就是一些在捷克 或者东欧地方 一些叫捷克银石的这些东西 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银石 但是它由一个银石撞击高温高压 产生出一个玻璃体撞的副产品 我们照计是找到很多这样的遗迹才是 但是在通古斯加这个事件里面 那个幅然如此广阔 但是人烟又如此稀少 但是它的毁灭又如此强劲 但是竟然没有留下我们主流认为 那些银石撞击的一些证据去看到 让整件事铺上了非常神秘的色彩 这些发生的地方也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方 所以也不是说人烟很少 也不是说那些当时比较尖端的科学家 是会那么容易接触到的地方 所以这件事一直传下去就是说 会不会是一些未知的未来科技的襲击 因为看到那种破坏的级数 绝对是今天核弹的级数 如果现在去估计一下 这种程度的破坏 其实是相当于世界排名第五位核弹 给出来的破坏力 如果你说第一位破坏力 就是后来1960年代 苏联放的那个叫沙皇炸弹 是一个以核聚变形式爆炸的核武 如果数量单位是达到5000万吨TNT 但这次事件相对的威力 都有1500万吨TNT 如果你再放回广岛原子弹的威力 就只不过是等于通古斯大爆炸事件 大约1,000分之1左右的威力 所以也有人去阴谋论地去想 会不会当时已经有人秘密发明了核弹 但看时间当然不适合 但他给出来的爆炸的级数 绝对不是当时在20世纪初的武器 能够给出来的破坏力 所以一个比较合理的想法 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天文事件 但是天文事件 为什么又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其他天文事件 似乎又不是那么夹的 又不是那么解释到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如何呢? 所以在今时今日来说 还有好几个研究小组 将通古斯大爆炸 视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地理和天文的课题 来研究 希望来抽屎摸检 让我们找到更多的有趣的故事在背后 在这里 顺带也可以提提 介绍一下位置大约在哪里 如果你熟悉地图 你认得画面上 现在我头壳顶上的蓝色湖的位置 这里是贝加尔湖 这个是在俄罗斯境内蒙古以北 即是俄罗斯有份的湖 甚至现在说 我们会卖那里的湖水来喝 因为里面的水很漂亮 天然资源很丰富 也有它的渔获在那里 在贝加尔湖再往北大约 这里也应该有800公里 这样远的地方 我这里画面上 我特意去提示了一个地方 叫 Lake Traco 一个叫Tracco 这个湖 这个地方 这个湖很特别的 我稍后会再仔细地说一下 为什么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有人甚至会认为 这个 Lake Traco 这个湖正正就是撞击的中心 这是其中一个学说 如果你看看我画面里面 左边的图 其实现在也有一个 有比较主流的学者调查的结果 就是说 这个 Lake Traco 其实也不是撞击的中心 它只不过处于在撞击中心 西北偏北一个某个距离 真正的撞击中心 是要仔细地看回 你去抽屎剥减 将那里的直辟 或者做一个比较遥距 遥感的观测 你就会看到 那个撞击流下来的痕迹 似乎正式的撞击中心 是在这个 Lake Traco 这个东南边小小的位置 所以如果 如果从整个 用Google Map去看 其实你都找不到 那个撞击的痕迹 因为周围的直辟已经覆盖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去引入一些卫星 甚至乎是激光 一些遥控的遥感技术 就和我们去发现 吴哥忽一个更加大范围的技术 是相似的 用这类的遥感技术 其实我们对于下面 直辟以下一层的地貌 就能够掌握得比较清楚一点 现在学说的研究认为 那个撞击出现了在 Lik Traco 东南边一个地方 而Lik Traco 自己本身这个湖 只不过是整个撞击的副产品 在现场是不会找到 任何大型的陨石坑 但是在附近的直辟 基本上是曾经被毁灭去再生过 好了 经过科学研究来说 我们今天如何试试重组整个故事 我们认为 这个撞击是对应一个小行星 甚至是瑞星质感的一个小行星 它里面合成的成分 有很少量的石头 如果说石头 就是说我们的二氧化石 但是也有去金属的成分 有铁 有铁 有一只叫E的元素 金字边做E 这些元素 这些很典型的太空陨石 或者陨石撞击完之后 周围铺了一层这样的金属 是很常见的 所以就成为一个陨石曾经撞击过的证据 其实如果问一个瑞星 它里面有这几宗成分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于瑞星来说 它主要的合成就是它的冰 甚至乎是 冰不仅是我们水的冰 还有是干的冰 也就是二氧化碳 和水分凝结而成的一构冰造物体 里面还有可能少量的 我们地球认识的石头成分 甚至乎核心里面 有一些属于金属的成分也会有 它因为有这么多的水分干冰 其实它是很容易去蒸发 如果里面仍然是一个急剧 你想想一下 一个这样的卫星穿过了地球的大气层 大气层摩擦的时候 产生那种高度的热力 令到它那个瑞星的外表 和内面或者背着那边的温差可以非常之大 于是热障冷宿造成的裂痕就会很大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炸开 但如果你想想一下 那是一个干冰 或者是一个用水结成的冰 它遭遇到这么大温差的时候 它未碰到地面的时候 就已经严重地分裂 甚至分解了 是绝对可能发生的 而一个瑞星它主要构成的成分 就是这些湿冰和干冰 它真真正正有石头 和有金属的部分 相对的份额是少一点 所以它灑下来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倾向相信 它在离地面大约10公里 就已经基本上是瓦解了粉顺了 但是不排除它还有一些金属 或者石头的残余 就是摔在周围的土壤那里 但是因为它的威力实在太大 你想想一下基本上 就等于凌空在离地10公里 这样去放一个核弹 那个主要是轻弹级数的核弹 这样爆的时候 地面什么都仍然炸了 其实基本上就等于 用一个好像轻弹那样威力的东西 来去袭击那个地方 就令到整个香港那么大的范围里面的 直壁都扫平了 其实这件事很符合我们 今时今日的电脑模擬 就是如果在电脑上面 有人写一些网上的程式 就模仿一下 如果你把一个好像沙皇炸弹的地方 放在那个狮子山的范围那里 这样去爆 你基本上发觉 整个香港境内的范围 就全部被毁灭了 就是建筑物被毁灭 直壁被毁灭 这样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这个通古斯加的大爆炸 如果我们说的是一个有一个轻弹的级数 去将一个比香港更大的范围的直壁毁 非常合理 何况它还在一个离地 10公里的地方这样去爆发 这样就粉碎了 可以想象在这个情景上 高温高热地 将产生了巨大冲击波 很多的蒸气产生 于是乎就轰一声地向外炸开 还有一些小数的碎片 一些是石头或者是金属的碎片 气化了或者散落了周围的地方 而其中相信比较大块的碎片 它就是会散落在这个中心 西北偏北的位置 它撞到地面凹了一个洞 我们倾向相信这个Tracco的这个湖 就是由通古斯加这个小碎星 或者是小行星 撞击它的碎片撞击而成的结果 那我们为什么也认为 这个会不让它是天然形成的湖 那为什么会认为它是碎片呢 一定是的吗 那会不会碎 你的碎星巧合 撞到天然湖的旁边 也可以的 也有道理 而很有趣的是 其实在周围也有 除了Tracco这个湖之外 有其他大大小小几个的湖 在它的范围 我们发现这些湖的几何结构 很有趣的 全部就像一个雪糕筒 凹了一个洞 就是上面闊 然后你去摆一些星纳 去探测它的湖床 水有多深 它的结构就像一个倒转的雪糕筒 当然不是很尖 一个比较阔 就是一个比较阔 就是外面浅水里面 就特别深水 而且就像一个 椎形的形状伸进去 这个就很令我们原想到 其实就像一些撞击坑的结果 我们就倾向相信 由那里的湖底 找到一些土壤元素 以及不是Tracco这个湖 而是其他大大小小的湖 只要有共同的形状 一个倒插追形的结构 我们去找到土壤 一个再有很多干冰和湿冰的一个小行星 或者是水星 它进入了地球大气磨擦 在离通古斯加这个地方的一个十公里的上空 就大型爆发 产生出来的威力 将一个好像比香港更大的地方的一个范围上的植坯 全部毁灭 里面包含的一些比较硬质量的石质 或者是矽质的这些大型石头 或者是石头可能是金属 就散落到周围 撞完出来的结果 就令到那里形成了好几个疑惑 这似乎成为了今天比较主流 我们认为通古斯加大爆炸的渊源 似乎中间我们知道越多 就令到大家对于由神秘学去理解的想像 就会少些 但我会觉得整件事本身 都不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件 也正经住是因为人的想像力和好奇心 才令到我们在这里探索更多 好了 科豪16今次的题目就讲到这里 不敢看台长有没有兴趣 就继续讲下去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